一男一女走出手機行 男子搖搖晃晃 渾身是血 連站都站不穩 走沒幾步就貪軟倒地 女方上前想要幫忙 但對方不領情 反而把她推倒在地 甚至踹了一腳 因為她不但是持刀傷人的嫌犯 更是她的前女友兼員工 揪車到場把老闆抬上單假 緊急送醫 而警方隨後也將女員工帶回警局 事情曝光讓附近店家都非常驚訝 人來人往的臺北市光華商場 四號凌晨驚傳持刀商人事件 還原事發經過 原來兩人不但是手機行 老闆跟員工 更是前任男女朋友 分手後還繼續一起上班 想不到酒後爆發口角 女方竟拿出二十公分的水果刀刺傷對方 事發手機行拉下鐵門 但附近鄰居透露 老闆已經出院 看起來沒有大礙 不過失守商人的女員工 還是被殺人未遂移送罰辦 酒後口角演變成持刀商人事件 前任男女朋友身體跟心靈 恐怕都留下難以磨滅的深深裂痕 記者劉世偉 徐志成 台北報導